沒錯我終於更新了 嘻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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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沒有別的用途就是養了兩匹馬 那我也是溝通了蠻久的 然後獲得了他的允許 並且我也支付了一定的費用 所以我才能夠在這邊撒野 就大概就是這邊的樣子 我就不說話了 大家盡情感受一下 那既然要跟大家介紹的寶款 是來自H&K的一個復古背包 我之前也開箱過 有看我之前的視頻的話應該了解到 很多人在評論裡面說這款叫胡椒鹽 其實嚴格來講 這款就是一個復古的背包 你不能叫它胡椒鹽 因為胡椒鹽是一個面料的統稱 使用胡椒鹽面料的復古背包 你可以叫它胡椒鹽背包 就是像這樣的款式 這就是正規的胡椒鹽背包 我手裡的這兩個包 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風格的方向 所以說它們都是一個復古的背包款式 但是這邊是胡椒鹽的材質 然後這邊是一個老的美軍部的材質 你們覺得哪個好看呢? 胡椒鹽好看的話就發個1在彈幕上 那你覺得這個好看的話就發個2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好了 先講我自己手上這一款吧 這個是我自己選定的一款 型號叫S30的復古背包 那它的材質呢 是70年代的美軍帳篷布 我個人非常喜歡它的一點 就是顏色好搭配 因為它的靈感是來源於 美軍的那個BOMMER JACKET的感覺 就是外綠內層 你可以看得到 日常搭配很好搭啦 並且它所有的五金件 包括它的皮質的部分全都是黑色的 就是軍綠配黑色這樣的感覺呢 再加上它又是一個復古的造型 就Vintage的同時呢 帶一點點時尚感 那這就是我覺得很適合日常的一個配色 而且你可以在看到了之後呢 也有聯繫到我說 給我體驗一下另外一款胡椒鹽的包 當然我是沒有收他們任何費用的 這款包也不是送給我 拍完之後還要還給他們的 但是我也有後者臉皮說 跟他們要一些獎品來作為福利給我的觀眾 那他們也很大方的答應了 所以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呢 就要留心接下來的內容啦 我日常使用最多的 這款包是他們作為2019年電慶的限定版製作的 那所以整體的數量 我從它這個限定的狗牌上的內容看呢 應該是60個 我這個是第40 它所有的五金件什麼的 其實跟他們其他的款式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一款是做了消光黑的處理啦 然後這是他們最新的一個版本 因為H&K可能熟悉的人也了解過 他們其實做了蠻多年的 然後一直不停的迭代 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改進 讓這些老舊的款式呢 能夠在現在的時代也被大家喜愛和接受 並且能夠在日常非常愉快的去使用 那其實我個人這段時間體驗下來呢 我覺得確實如此 所以說它有30升的容量 那我個人是不太會去把它裝到 滿滿30升的一個使用的一個情景 我覺得會有點辛苦啦 日常使用背負起來的話 把它作為一個日常休閒 偶爾週末兩三天去郊遊什麼的使用 然後作為一個偶爾的風格搭配 這樣會比較好 日常使用的話呢 它畢竟還是幾十年前的設計了 它的背負感受 這個因人而異了 我個人覺得其實還好 很多人在評論裡面說 它中間這一個掉點會頂到後背 那我後來研究了一下 發現我是不是左右肩帶裝反 因為它兩個肩帶是不太一樣的 它上面這個斜角呢 是有一個固定的方向 兩邊不同 我反過來裝了一次 發現好像也並沒有影響到我 其實我現在也不是很確定我裝對了沒有 你們從我之前的開箱視頻也能看到呢 這個肩帶是 你要自己動手裝上去的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一直在強調的一點 就是這種東西 你還是要有一定的 怎麼說熱愛 你有一定的興趣 你有一定的動手能力 你去研究它 你才能好好的愛它 珍惜它 並且真正懂得這種文化的內核 就是這種Vintage文化 放在現在來講 其實更多的就是一個風格搭配 一個熱愛 一個興趣 你不能把它說真正的當作一個工具來使用 那這款背包的靈感來源是一個瑞士1930年的軍包 這也是大家比較耳濡目染 或者說在腦海裡面的一個刻板印象 就是說到復古包啊 說到胡椒鹽什麼的 大家第一時間都會想到它這個樣子 那並且呢 在這一款他們特地加了頂部的兩個小豬鼻 更有那個軍包的味道了 那並且軍部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像之前 你們看到Readymade也好啊 一些其他採用軍部來remake的品牌 你看到一些Celerity上手的話 都會自己去做一些圖圖改改啊 加一些塗鴉啊什麼的 亂七八糟的 這個其實 因為它美軍部自己本身就有一些 復古的編號啊什麼的 當年的那些信息的上面 作為一個自定義的話 自己在那邊塗鴉 我覺得也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像我自己就已經加了一個PIN在上面 我覺得還蠻帥的 並且整個風味很沉 然後同時它會有這種Patch 這種Patch也是跟這個包一起出的限量版 這個S30就跟這個款式一樣 那我手裡還有另外兩個 一個是G70的還有一個M39 那是另外兩款不同的款式 也是他們當家的一個款式 那這個我隨後也會送給觀眾 那說到這種軍部的一個自定義呢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復古的自磨機的印製服務的 但是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沒有完全復工 那我也沒有得到這個印製 他們也有給我一個這樣的福利 就是說只要你是我的粉絲 並且你關注我 然後三連這期視頻呢 你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免費的印製服務了 這一代我手裡的這一個版本呢 是他們現在迭代到最新的一個版本 你可以從它這個雙向的牛皮漱口 可以看得出來 之前的版本是那種直上直下的套筒式 現在是一個左右抽拉的這樣的一個漱口的一個仿石器 我覺得這個更好一點 因為你可以兩隻手這樣一拉 有點像扯鞋帶的感覺 並且它收的也非常緊非常牢靠 然後你打開的話 只要捏住中間這裡 往外一拉打開了 我個人覺得使用上還是很方便的 所以說它是一個好幾十年前的款式 那H&K他們也是很用心 所有的結構啊用料都做得非常牢靠 那我個人也是非常滿意 我在一段時間使用下來呢 我對它沒有任何的怨言 因為怎麼說呢 Vintage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人類歷史發展了這麼久呢 基本上已經該發明的都發明的差不多了 很難說有人憑空 真的創造出一個之前完全沒有的東西 我們現在大多數99%看到的產品呢 都是在之前的產品上不斷的迭代 不斷的汲取靈感 一直發展到現在的 那所以說像這種 好幾十年前一個公開發行的一種產品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專利可言 大家不要說這種東西是草稀 這不是抄不抄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人類共同的一個寶貴的財產 那H&K他們其實也很用心的迭代了很多 那做了一些現代化的一些改進 比方說這種拉鍊的設計之前是沒有的 那這個來自泰蘭的拉鍊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牢靠 並且非常實用 然後就是最早原主的版本呢 真的軍包呢 他們的這個位置都是金屬的扣環 H&K把它們做了一個做成這種一體式的一個皮帶 加上提手一起 其實我覺得這個非常牢靠 並且非常的節省資源 像以前的話還有這種快材扣 H&K他們也做成了一個整體性的皮帶 那這個肩帶其實如果你覺得背負感不好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加這種電肩 那他們是有單獨售賣的 我覺得其實他們已經考慮非常周到 並且他們是真的帶著匠人的心去製作 去運營著他們的整一個小小的一個workshop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這款包商沒有任何你一眼就能發現他們的logo 哪怕是Vintage街的精神領袖Niger Kevin 他自己聯名的那款胡椒鹽背包呢 都有一個大大的logo在中間 一眼就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H&K他們做這個真正很低調 他們為了原汁原味呢 就已經犧牲到 你唯一能看到的logo就在這裡 小小的 就我還是很佩服他們 並且真的他們就是認認真真 默默耕耘的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的這樣一個 那確實他們的成績應該得到認可 並且他們的作品應該被更多人看得到 那這一款呢 我們就先說到這裡 都說他們後來寄給我這款吧 這款是型號叫G70 那它靈感來源是1970年代的德軍雙耳軍包 雙耳就是兩邊有一個口袋這樣子 那這個呢 是正正中中的胡椒鹽啊 給大家看一眼細節吧 胡椒鹽的面料其實就是棉麻混坊的一個材質呢 那在之前的時代呢 算是比較高科技的面料 它吸水之後會膨脹 所以它會達到一定的阻隔性 那H&K在這基礎上 自己研發了這個胡椒鹽的面料的同時呢 他們現在還增加了一個新的就是防水塗層在裡面 在內部你可以看到是一個光面反光的一個沒有內襯啦 就是面料的背面 是一個光面反光的一層膠 那這個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完全防水 所以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去使用這種包 那這款包呢 他們是做了一個非常現代化的一個改進了 應該是現在最新的一個版本吧 就是所有的扣子都是磁吸的 然後並且他們磁扣質量也非常好非常紮實 很厚重 我個人覺得磁吸的話 會更適合大多數人的日常使用體驗 因為之前我有看到很多人說 那種傳統的這種穿皮帶的這種設計呢 開口太麻煩了 太花時間 就懶得用 確實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他們這個改成磁吸的扣子我覺得也蠻好的 但是當然你開起來方便 別人開起來也方便啊 對不對 這個安全性的話 我覺得大家自己心裡有考量就好了 這方面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這個美人都有自己的標準 那它的五金扣件什麼的也都是純銅的 我覺得它有料子非常紮實 並且這個價格只是剛剛那款軍綠色的一半 所以我覺得這個性價比更高了 並且 對了 這款是大號 就是他們的這款限量版呢 全部都只有做大號的一個size 然後這個是30升 那G70這一款胡椒鹽呢 是中號的 但它容量有32升 不是很看得出來 因為它比那個包要矮一點 但是它整體呢會寬很多 並且胡椒鹽的這個面料 比較厚重 不像軍部那款那麼軟 它啪啪的感覺 看起來可能不是那麼的大 我實際在背負的感覺呢 就是遠處看我背在身上 好像也沒有背一個很大的包 但是這款就不一樣 我覺得它整個噸位看起來 視覺上的感受呢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他們之前一直都是做大款中款 除了小款之後呢 就更加會受到更多人的喜愛 歡迎 尤其是女生 小一點的包可能更加合適吧 大一點的包會顯得笨重 並且確實不是很方便 雖然說很濃壯 那並且這款包的背後的點調設計 就不像剛剛那款包是在包外部的 它是樓空了兩個洞 然後這樣子穿皮帶過去 我覺得也挺好看的 當然結構的穩定性 我覺得他們已經設計好了 我就沒有沒什麼好講了 在我個人而言 沒拿到這款包之前 我還蠻喜歡那款軍綠的包 但我拿到之後我發現這款包 雖然我個人不是特別喜歡 它的這種太過於正方形的一個形狀 我還是很喜歡長條形的那種包啦 但這個包我覺得性價比真的非常的高 就是比那個包便宜的同時呢 它的整個配色的感覺 然後它的用料的質感 整體的材料 材質的質感 都是非常非常有美觀性的同時呢 也非常有實用性 我個人的感覺 它這個內部的配色和材質的搭配 再一看 很有那種中古的女裝包的配色感覺 就我不知道怎麼描述 放圖片給你們自己感受一下就好了 就是整體的 不管說配色也好 材質也好 搭配都非常的高級 完全不會說是一個remake的出潮的感覺 那這款包我沒有背負太多的次數 因為我這個要還回去的 我就簡單在室內背負了一下 那在戶外呢 其實我就背著拍拍照 然後搭配一下 它這個包的配色和材質的質感 其實我覺得更適合去遊玩 真的非常的有感覺 並且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因為寄給我拍攝才配了這個電箭 還是說本來就這款就已經配了 反正這個是有一個電箭的箭帶 不像剛剛那款軍綠色的 這款是沒有電箭的箭帶 就比較細 那其實我覺得不裝重物的話 兩者背負起來的感受差不多了 沒有說那個比較壓著肩膀痛 或者頂著後背都不會 我自己是沒有感受到 可能別的一些比較大快頭身材的人 會比較感覺明顯吧 他們所有的背包都是自己 在workshop裡面手工製作的 也非常花心思和花時間 所以他們的產能產量並不是特別的高 那也導致呢成本的價格也會上漲 所以他們的售價 那我個人覺得來說不能說是十分的便宜 但是他們的整個材料的搭配 材料的選用 包括款式的一個設計和改進等等等等 這些加起來呢 我覺得還是對得起他們的這個售價的 缺點嘛 價格是不是缺點 這個我覺得見仁見智啦 我就不把價格做為缺點 那主要就是好像其實也沒有太痛的一個硬傷 就我個人覺得沒有非常讓你無法下手的缺點 都是一些雞蛋裡挑骨頭的一些小問題吧 比方說哈 像他這個背負系統呢 都是皮質之間的一個結合和摩擦 所以我背在身上行走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皮與皮之間摩擦的這種聲音 就是你感受一下就這樣 就你背的時候它就一直這樣各自各自小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毛病 有些人可能不願意接受或者有些人受不了這聲音 我個人覺得還好啦沒什麼所謂 那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皮的部分 呼叫鹽配色的這一款呢我就沒有發現了 可能我使用的次數比較少吧 均綠的這款包它的所有的皮質都是黑色的 那肯定黑色是染色上去的嘛 所以我在穿一些淺色衣物的時候 使用背了一天回到家發現 我的後腰部分就是跟這個皮接觸的部分有點黑 好像它會有點掉色 我不清楚是不是因為我自己有打一層保養的油上去 還是說它本來就真的會有點掉色 那這個如果介意的朋友呢你可以三思一下 除此之外呢我真的就想不到太多的硬傷了 這款包我個人來講是非常滿意的 那其實這一次出來跟大家在這個場景拍攝 其實主要是想給大家展現一個 Mission K這款背包在我心裡的一個理想的使用場景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休閒的使用場景 我覺得是更加合適的 那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像這種類型的復古款式的再造的產品 放在現在這個時代來講呢 使用性上肯定是會有折扣的 因為畢竟設計啊什麼的都是好幾十年前的了嘛 那所以大家買的這種產品 更多的可能是一個 興趣或者說是一個愛好吧 那其實這兩款背包呢 你再講它好像其實有點無聊了 我個人也是這樣覺得的 因為再怎麼吹的話裡胡哨也就是兩款背包而已 日常使用呢也就是一個工具 那我個人所以說把它當成一個搭配的單品 去襯托我其他的一些搭配 這也算是我自己的衣櫃 或者我的包款收藏裡面第一個這樣的風格 這樣的單品 那所以說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吧 所以說我之前也有考慮過這種非常復古的搭配啦 但是我知道我有想到的東西肯定大家都會想得到 一些圓牛啊一些復古的襯衫馬甲啊 領巾啊或者說是寬眼帽之類的 我能想到你們一定能想得到啦 所以說我就不去這樣做了 那我個人呢其實會把它來當做一個更加 Lifestyle搭配的也就是你們在視頻裡看到的那種感覺 嗯跟現代的一些風格相結合 但其實我在很早以前也嘗試過接觸 就是真的去走很復古的那種風格 但是我個人在嘗試過之後覺得還是放棄了 因為當時做功課可能不是很夠 就覺得這塊東西水很深 那包括現在的年輕朋友如果想要嘗試這類的風格 可能你首先映入眼簾的去搜索到的大多數也都是那種比較廉價的山寨的單品 所以說樣子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但實際上他們的材質啊他們的做工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 因為你首先要了解Vintage風格的內盒是什麼 那我個人的理解Vintage內盒呢首先一定要是耐用 因為只有當Vintage的單品足夠耐用 它才能體現它一個舊化的美感 這是廉價的材質和單品無法達到的一個質感 H&K他們的這些包呢其實迭代到現在差不多可以說是9.0、4.0的版本了 那其實回看他們的初代版放在現在來說也可以當成一個Vintage的單品了 就是打個比方說你用了10年那中間可能有些部件有磨損 那你需要去做一個更換的話 在H&K他們是完全終身保修的 但是它作為一個終身保修的產品 那你再做了一些保養把它修復到一個又可以使用的狀態呢 其實它又可以陪伴你很長的時間 那這才是一個真正的Vintage單品 該有的一個形式 就是你在精心呵護它並且真的有去使用它的話呢 它是可以使用非常長的時間的 甚至可能陪你一輩子 那並且從長遠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非常環保的事情 所以說它現在的售價是高的 也不能說特別的高吧 你看回Nature Cabin的那款包 或者他們的單品你也知道了 我覺得H&K他們的定價 還是非常對得起它這個質感和做工的 也有很多人去收集 元年版的那些胡椒鹽的軍包 就是真正的193級 4級5級年的那些背包 拿到手放在家裡 有一些確實還可以繼續使用 當然有一些殘舊或者說變形什麼的 當然不能真正的用來作為日常通勤使用 只是說偶爾搭配一下 大多數人還是買來收藏的 元年版當然有它的收藏價值 我覺得這種呢就是比Vintage還要更高的一層 也就是現在大家比較多聽到的一個詞 叫做Archive 那這就是典藏級的重古單品 不是說普通的舊物這麼簡單 它是有年代的 是完全可以檔案化的一個廣場級的單品 那這就是以現代的一個Archive的概念 多提一句吧 就是之前Virgil Ablo有提到說 街頭潮流將死 那未來的話都是古著的一些單品 的風潮會流行 那其實它所講的古著呢 我覺得除了我們平時接觸到的Vintage之外 更多的他們那個等級的人 玩的會是Archive的這種單品 就是有年份有品牌 並且基本上是脫離日常穿著 具有研發的價值 這種單品呢 會是Archive的一個概念 那Archive的話呢 不是人人想買就買得到的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很多明星 現在已經越來越開始上升一些 好幾年前或者是好幾十年前的一些單品 那如果一個單品要從Vintage的地位上升到Archive呢 就像我說的 除了它有一定的耐用性之外呢 它對後世有更大的一個影響 就是它的研發與開發的一個價值 作為一個收藏存檔的資料 這種概念存在 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日常使用單品而已 其實我在看到這款軍部的限量版之前呢 我已經有了解過他們 還有嘗試過不同很多其他的材質 比方說80年代中國的老的運良袋 然後老的雨衣 還有一些軍用車的棚布之類的 蓋布這種的 都是非常有歷史感的材質 並且這些材質到現在來說是閒置的 但是你拿來把它重新再造之後呢 這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環保的過程和理念 也不能叫廢物吧 就是閒置物品 再回收再製造 在環保的同時呢 它也能使用非常長的時間 因為它當時的設計和製造出來的耐用性 就非常高的 然後我之前還看到一個就是 他們做的刺子的限量版 很後悔沒有提早看到刺子 那H&K他們除了做這些軍包之外呢 他們現在的軍包有固定的四個款式 除了我手裡的這個S30 G70 然後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就是M39 還有一個是K60 這四個款式是目前他們主要在製作的 復古背包的一個型號 那他們除了復古背包這個產品線之外 而且他們還蠻出名的 就是他們的皮製品的一個產品線 因為他們是leather workshop嘛 那所以他們很大部分的皮的產品 都是來自Horwin的皮革 然後包款上的皮不一定是Horwin 但是也都是非常頂級的一個直偶革 可能是阿根廷或者是西班牙或者義大利的 那都是非常高級的一個皮革 並且能非常耐用 我手裡還有兩個來自他們皮革線的一個產品 算是小配件吧 這個是來自Horwin的皮革 它是一個零錢包 那零錢包這種東西 尤其在中國內地來講 可能比較少用 因為大家現在都是移動之父 比較少看到陷阱更別提硬幣 但是這種東西呢 在像日本這種國家 小零錢非常多 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單品 並且就算你不拿它來裝零錢的話 裝藍牙耳機我覺得也非常好 那並且他們的五金的配件呢 都是自己訂做的 有他們自己的logo在 然後非常的紮實 很硬 棕色的這款皮是來自Horwin的Dublin 那黑色的呢就是來自Horwin的Chrome XL 這是一個算是鑰匙掛吧 一個皮掛式 這個皮革的質感非常亮 非常好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款單品 那除了可以把它掛在脖子上之外呢 也可以掛在背包上 裡面還有一個他們訂製的 非常大的一個銅子的鑰匙圈 那都是非常實用的一些小配件 並且也非常耐用 就你看上去就知道才能用很久 那這個我也會當作福利送出來 那這種二戰時期之後的軍包呢 為什麼流行到現在 其實是因為當時戰後呢 美國的很多物資留在了歐洲 因為他們運回去的成本會更高一點 所以當時就作為一個戰後的一個補給和援助 留在了歐洲 那當時其實很多歐洲傳統的貴族呢 並不是很在意這種比較廉價的一些 平民使用的一些物資 因為他們覺得軍品啊 這些東西和經典品味完全不大便 後來在五六十年代之後呢 歐洲的經濟開始復蘇了 然後一切的文化時尚啊 那這些引領世界的潮流方面呢 是有一個非常高的地位的 那也正因如此 很多設計師會尋求一個脫離於工業化流水線之外的一個風格和產品 於是復古的元素就開始流行了 他們也在搜尋的過程中呢 找到了當時留在歐洲的這一批軍用物資 並且把他們改造啊 然後加上一些越來越多的手工的小作坊 小工作室開始流行呢 包括在70年代的石油危機的這一個事件呢 也導致了大家開始重視環保的這一個概念 那當時用這種舊屋再造呢 就成為了一個非常流行的一個環保的趨勢 那也就慢慢的讓這些單品呢 一直流行到現在這個時代了 那在我個人而言呢 我其實還是蠻推薦H&K他們的胡椒鹽系列的產品 都是在美觀和有設計感的基礎上呢 保留了非常足夠的功能性和實用性 所以日常使用的話 我更推薦這種帶磁扣的版本 說到風格這種東西 我個人覺得風格呢 是來自於你的生活方式 是你的基礎 就是你必須先要有你自己一個養成習慣的生活方式 有這樣一套固定的流程 有這樣一個基礎去支撐你這個人 你平時的一些愛好一些喜好 它能決定你的消費和購買的一個方向 那進而決定你自己自身的一個風格的方向 也就是說 個人風格是建立在你的個人生活基礎之上的 如果你找不到個人的生活方式呢 你很難有一個屬於你自己非常心滿意足的 非常一看就是有你代表性的風格 那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 花大價錢去買一些昂貴的炒價的一些潮流單品 那其實花錢和爆款是拯救不了你的品味的 你必須先有一個非常富足的精神生活 你有一個非常好的生活方式 你才能營造出屬於你自己的風格 那這也是我想是一直在跟大家說的 就是保證一個理性的消費觀念 絕對不要盲目消費 是完全沒有必要 並且是非常浪費 也是非常不環保的 那H&K他們呢 建議你如果平時沒有使用這款包呢 就把這些零件什麼的都該拆下來 然後擦擦乾淨 放進他們自己自身的這個 隨著背包的包裝一起來的這一款棉布的袋子 我個人覺得它大大的蠻實用的 然後它是那種圓棉有棉子殼的一個直絨帆布吧 應該這樣叫 是蠻用型的一個包裝 並且是不會說拿到手就丟掉的那種一次性的塑料包裝 胡椒鹽的背包 它確實在風格搭配上能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質感 就像我去野餐去玩 那你可以看得到隨便拍出來的照片 就像海報 像雜誌一樣 它的風格質感做得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好 那同時呢 它也能給你一個非常長久的陪伴 它的耐用性 它的舊化的美感呢 都能達到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只要你保養得當 你用心對它 它也會同樣的回報給你 那這也是Vintage令人著迷的一個地方 那還有H&K他們呢 其實 所以說他們現在沒有做得很大 他們現在自己也有一個工藝的計畫 叫做一元愛 就是你只要購買他們家任何一樣單品 他們都會捐出一塊錢 具體的用途還沒確定 但是是用來做工藝的 其實我覺得 能有這樣的心也非常好 不管說你的品牌做多大 或做的規模有多大多小 有這樣的一個愛心總是好的 那大家如果對H&K這個品牌感興趣的話呢 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看看後期有沒有更多的一些他們的產品 可以拿來分享給你們 說實話這麼良心的一個品牌 還這麼低調默默努力的一個品牌呢 我覺得它值得被更多人看得到 那並且呢 他們的作品呢 確實對得起他們的努力 感謝你看到這裡 那在這裡再提醒一下各位呢 如果你對H&K的這些復古背包有感興趣的話呢 在找他們購買的時候 說是我的粉絲 你證明你關注了我 並且三連這期視頻呢 你就可以獲得免費的一次印製的一個機會 然後就是這幾樣小配件 所以說你對H&K這個品牌 和Vintage這個風格的理解呢 那我會隨機抽一些觀眾 一共是四樣東西 我就抽四個人 那具體你會獲得什麼呢 就再也先不說了 到時我會私信你 那麼如果你對他們的背包興趣不是很大 但是你非常喜歡皮具的這種類型的產品呢 你也可以關注一下他們皮具的產品線 他們的用料啊 做工啊 各個方面我個人都覺得是非常好 非常良心的 這些東西呢 其實也是可以陪伴你非常長的時間 在我個人看來 你把它平攤到你每一天的使用下來呢 其實費用是非常低的 就像一個質感非常好的眼鏡 或者說手錶 這些東西你肯定是買貴的對不對 因為每天都要用嘛 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的 廉價的東西呢 永遠達不到這種貴價的質感和耐用性 以及舊化的美感 那所以說各位 尤其是對復古風格感興趣的 心入坑的年輕的朋友 你在這方面呢 一定要慎重的選擇 盡量的多一點做功課 不要衝動的去購買 雖然說每個人都會吃虧上當 這些學費呢 有些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交 畢竟誰的錢都不是風吹來的嘛 那還是希望你在消費的時候呢 要理智一點深重的選擇 只要選對的就好了 這就是大概這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呢 希望你分享給更多人看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的話呢 記得點一下訂閱了 那希望你多多的點讚 投幣轉發評論 我是Rock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 到了 ỹ公司 問你 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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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